大家好 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五 今天大盘终于回档了 可是回档相对的 你要耐心的去观察我们的视线 观察我们的关键价了解吗 千万不要自己再乱做 因为答案很简单嘛 你永远都在想很多不会实现的东西 比如说8523点对不对 你幻想做到18619 有没有 探几万点 18619你幻想空到12629 有没有 赚6000点 12629你幻想做到24416 有没有 赚12000点 24416你幻想又做到1到19662 对不对 可以赚5700点 19662你又幻想来回全部都赚到 对不对 永远都在幻想 周总讲我说我发明的数学 就是不要让你多想 包括我自己我也不敢多想 了解吗 他只要愿意站上视线 那就是一个多头的延续 那相对的 我们昨天有杠一个关键价在23400 今天果然就上不去 那为什么呢 周总每一次杠了关键价以后 这个盘呢 就一定要定多空 答案也很简单 我有送你的关键价里面的资料 你有复习你就看得懂 也就是呢 盘氏当来到这样的关键点位的时候 他必须表态 如果没有表态的话 相对呢 就很容易什么 非死即伤 有没有 站不上去嘛 对不对 那就没办法往上走 没办法往上走呢 那必定往下 对不对 那往下相对呢 现在呢 出现了 关键价 之下 十字线之上 那怎么办 一多一空怎么办 不怎么办 周总讲过不怎么办 我说呢 就照数学来做 我们要做的是波动 数学呢 可以克制外资 了解吗 所以呢 关键价十字线看开盘价 对不对 十字线多头 关键价空头 那怎么办 还有个期货开盘价 了解吗 永远都可以让我们做到对的那一边 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关键价一杠呢 盘价是不是就转弱了 为什么 他太关键 了解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多头是真的 多头是真的 下礼拜呢 要站上二三四 二三五 二三六 二三七 一路往上走 了解吗 好 那相对的 我们呢一个月掌握两千点 很荡荡的 十二月一号 从零开始 然后呢 一张两张三张 加起来就是四百六十六 对不对 我讲过呢 这就是我们十二月的list 好 那呢 奇货跟选择权 其实呢 你如果呢 有玩过游戏的你就知道 游戏一定会被攻略 也就是呢 一定会破关啊 了解吗 这个世界上呢 发明了种种的游戏 数百万种 数千万种 数亿种的游戏 你要记得 最终只有一个答案 破关 了解吗 就不是破关 凡是有游戏 就会破关 那你有没有想过 奇权也是一种游戏 你破关了没 你破关了没 周董告诉大家 周董破关了 了解吗 魔王就是外资嘛 每天呢 都被周董按在地上摩擦 了解吗 为什么我敢讲我破关了 来看 来 12月6号 到今天 对不对 奇货做到对的那一边 怎么做的 我讲过 我说呢 我做奇货 一定有所本 了解吗 当大盘呢 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我说呢 我一定按照呢 我告诉你的 点位来做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呢 在12月2号突破 突破 十日线 有吧 突破十日线过后呢 周董没有闲着 来给你看 突破十日线过后呢 我讲过 那天一跳空了 就涨200点 所以呢 周董呢 不想要追 不想要追呢 可是呢 在奇货开盘价值上 蛮强势的 一路一路呢 我等他呢 现货也突破了十日线 周董呢 终于了 觉得不买不行了 所以呢 就挂22750 这样的简讯 有没有 挂22750之下 这些 这个红色框框这边 最低 买到22740 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呢 15分钟左右 大家都买得到 买到最低呢 22740 过后 对不对 他是不是有人要22810 这样是不是赚70点 对不对 赚70点 我们买四口 买四口 出两口 还剩两口 但这两口什么意思呢 这两口的意思呢 就是请会员 请会员 我们呢 22740做防守 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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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713点 了解吗 你听起来很玄幻 可是重点 你看了我三年的YouTuber 所有的影片都是教你这一套 有没有 买到以后 涨100点 左右 先出一半 买四口 出两口 剩两口 防守成本 22740 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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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段都我们的 713 那你一定会问 怎么有这么多 真的有这么多吗 今天早上没看到这么多 对不对 这种告诉大家 夜盘 昨天晚上夜盘 来到了23453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所以23453 减去22740 答案就是713 对不对 还没有获利入带 只是告诉你 口袋很宝 了解吗 口袋很满 了解吗 那为什么可以坚持呢 稳稳荡荡的赚这么多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发明了 当现货占上了十字线 它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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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涨 了解吗 根本没有任何的压力 很多人看什么 什么呢 23500是压力 23700是压力 24000是压力 24416是压力 25000是压力 26000是压力 压力在哪里 压力在你心里 不在周董这里 所以为什么 我们可以做得 如此的顺利 答案很简单 我们相信数学 了解吗 我们其他的都不去想 也不愿去想 了解吗 周董刚才讲过 我不会像你 空的 空的 太多 什么8523点 要赚到18619 对不对 所以赚了713点 对不对 这一单还没有走 买四口 还剩两口 好 相对的 周董每一天都有新的会员进来 不可能我做到一个单子 对不对 从70点赚到713点 然后呢 就一直说呢 多单续报 这样子不负责任 为什么 因为12月呢 3号 4号 5号 6号 陆陆续续啊 都有呢 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会员进来 那新会员呢 要做新的单子 可是不能随便乱做喔 来 按照周董的纪律 有没有看到 那你想说呢 没有看过呢 22936啊 不好意思 前天 韩国戒严 崩盘 崩盘 当天呢 我也录下了影片 去看我的影片 昨天跟前天的影片都要看 对不对 周董呢 就告诉会员 拉回我就是买 虽然事后呢 会员告诉我 韩国戒严 可是呢 我就分析那一分钟 我想了一分钟 我直接告诉他 台湾得利 就这样 那会员就听得懂了 因为我分析呢 所有的言语呢 都写在line里面 其实呢 跟我的群组 跟大家沟通啦 了解吗 那我一直告诉大家 我说呢 我们有多方的心态 韩国是韩国他们家的事 关台湾 什么事 而且台湾得利 韩国跌倒 台湾吃饱 了解吗 所以我们就买进 最低买到22936 那这一单呢 是不是隔天就赚了284点 对不对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呢 我们赚了一两百点以后呢 买四口 先出两口 还算两口呢 防守22936 了解吗 昨天晚上 最高来到了 赚517点 了解吗 这就是周董做奇卧 可以如此稳当的 一路赚一路赚 了解吗 我不像你啦 涨多了就偷卖 然后呢还想要放空 周董说没有这种东西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啊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突破失线以后 对不对 做多做多做多 有没有 哪有做空的余地啊 了解吗 好 只有你在那边乱想 什么掌桌拉回 别生反弹 没这种事 知道吗 好 来相对的 我说呢 接着 新会员有新的单子要做 了解吗 好 刚才呢22936是不是前天发生了事 对不对 接着 隔天早上 对不对 又故意杀了 对不对 韩国很惨嘛 又跌了对不对 隔天啦 韩国借银的隔天又跌 又跌了我们跟着回 对不对 跟着回 我跟会员讲 我说呢还是要做多 有没有 人事实地物 有没有看到 YouTuber的周董很严格 要求我呢 这个简讯都要附上去 有没有看到 人事实地物 时间也有 9.38分 有没有看到 破切嘛 对不对 然后下降压力嘛 过了对不对 我在这架 这架买起来 最低 买到23098 这一单呢 本来呢 赚了78点 昨天晚上 355 了解吗 那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 为什么这么稳 其实答案真的很简单 我已经讲了三年 如果呢 你要学我全部的功夫 这三年的UFO的影片呢 你赶快把它补齐 我都放在网络上面 你就是慢慢的看 这三年我都讲同样一件事情 突破十二千 买多单 防守 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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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天花板 有没有 就这样 千千万万送你五个字 不要 不信邪 了解吗 很多人呢 做勤务和选择权呢 自以为是 为什么 去学那种短线啊 什么三五十点啊 每天三五十点啊 对不对 这种告诉你 你浪费生命 你浪费行情 了解吗 你每天上上下下三五十点 其实呢 到最后怎么样 赚是赚三五十点啊 亏是亏五六十点啊 长此以往 自己的信心都抹灭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去学那些 四四而非的 什么KD啊 MACD啊 软体啊 什么五分K不准 变十分 十分不准 三十分 六十分 一百分 没一种事情 其我跟选择权 就这样而已 我也不愿意再讲 你就是自己看 你看一分钟 我讲的对不对 你自己看 你闷心自问 你不要再封闭了好不好 你闷心自问 对不对 就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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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努力没有关系 跟你夺会做什么三五十点的短信 都没有关系 就是方向 方向在哪里 我问你啊 方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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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董这里 好不好 方向对就一定赚 了解吗 所以我曾经讲过 我说呢 选择权 比期货厉害一百倍 你了解吗 那选择权的相对的 不一定每一天都有行情 可是相对的哦 我就帮会员掌握 从上礼拜四到这礼拜三 总共是9倍 怎么做的 来 63 96 78 700 这个是礼拜三才会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礼拜三呢 可以买到7点 然后呢 赚到56点 答案也很简单嘛 礼拜三的波动 大家都知道 只要呢 波动50到100点 就可以赚一倍 就可以赚一倍 可是现在呢 往往我们呢 现在的礼拜三波动呢 都是200点 所以可以赚7倍 那你怎么知道方向是多 我刚才是不是告诉过你 关键价之上 实现之上 难道你去做空吗 不要为难自己好不好 方向就是多 了解吗 所以呢 买到7点可以赚到56点 赚7倍好 那呢 就这样全部加起来赚9倍 那9倍呢 是最近比较少的 了解吗 因为呢 上上礼拜39倍 7倍 21倍 54倍 有没有 川普那一天 好 25倍 18倍 22倍 4倍 15倍 3倍 9倍 9倍 44倍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这是我们绩效的list 12月的 才刚刚开始 有没有 这样就9倍了 好 相对的 我也答应过大家 未来的行情 在2万点以上 的波动都是五六百点 大概一两天都五六百点 了解吗 那怎么赚最多钱 来 就像11月6号 我们呢 是不是提早告诉大家 当天一定有大行期 你把资料拿到都可以自己赚20倍 可是呢 我带会员赚54倍 而呢 方向也告诉你了 有没有看到 从2点做到110点 记得哦 你想知道我怎么赚54倍了 对不对 你呢 11月1号 YouTube影片 要看到11月6号 你就知道呢 有一个人呢 可以预知未来 从11月1号呢 一直大声疾呼 11月6号呢 有大行情 而且还送资料 果然嘛 大行情出现 对不对 我们都做好准备了 最低买到2点 买到2点呢 不是全部买到2点 是呢 10点以下 对不对 杀越快买越慢 不杀了就快快买 对不对 然后呢 等到呢 过了80点 再来一次 就陆陆续续续出 底地呢 可以出到110点 好 那呢 11月6号的影片 记得多看几次哦 告诉你呢 我为什么呢 知道要买2点 出110 好 这样赚54倍 对不对 他什么意思 听起来很笼统 可是相对的 你买3万就好 你买3万 了解吗 买3万赚54倍 就是162万 你没有听错 你也没有看错 3万谁没有 你没有吗 3万谁不敢买 你不敢买吗 你敢买3万 就可以赚162万 而且还是提早知道 提早多久 提早一个礼拜知道 这样的行情 了解吗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YouTube呢 其实他是一个很珍贵的频道 为什么 凡走过 凡周董讲过 必留下足迹 了解吗 我不可能回到过去 去改影片 所以11月1号 我先公开 11月6号有行情 11月6号 果然出现54倍了 讲在前面 印证在后面 这就是为什么周董呢 如此狂妄的一个教学 一个策略 了解吗 来 那相对的哦 你想要学选择权 对不对 很怕呢 没有人教你 周董告诉大家 我今天从头开始教你 从1加1开始 够简单了吧 对不对 所以不用去烦恼 我从头开始教你 我教你过后 每个礼拜三 你都可以掌握17倍 这不是两年前的资料哦 这是今年呢 10月30号赚到的哦 对不对 每个礼拜三 就可以掌握54倍的机会 对不对 11月6号做到了 川普当选那一天 对不对 文文荡荡的 把功夫学好 更何况呢 周董要给你的最棒的礼物 399 没有听过吧 现在吃到饱呢 早就超过399 对不对 所以呢我推出呢 过去 很古早 很古早 叫做古典的吃到饱 完全没有加价 一路到今天 这几乎呢 是15年前的价格了 15年前399 可以吃到饱 今天依然推出 古典 勾炸吃到饱 这个活动 来 这个活动呢 麻烦大家呢 记得 还附加呢 周董亲自的 我本人的line 了解吗 我跟你呢 一对一好不好 那恰询专线呢 是0223219933 022321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期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